我煮芳筍切记先加糖 其实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糖很容易粘锅 我这是煮了20分钟 完全软化 就这样我们再加糖 我这个小陶锅只能装1000克的芳筍 血糖高的可以不加冰糖 直接吃原味也可以 我加100克冰糖 如果喜欢甜也可以多加 芳筍有两种 我这一种是大的品种 野生小芳筍很甜不需要加糖 芳筍我们台湾气候是在4月中比较多 所以这两天就有人在问芳筍怎么制作 我今天出一分钟的小短片 让大家再复习一下 看糖加在上面不要搅动 小火煮了10分钟 糖完全融化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搅动 因为有朋友说他煮的芳筍都粘锅了 我说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了 所以今天我再出一分钟的小影片 虽然现在这个时间没有力量 可是你需要的可以点月筋来看 那怎么吃呢 等一下我来吃早餐 现在还很烫 都融化了盖上盖 焖着就好 万万一步也不离开他的蛋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